这是本年度最惊悚的恐怖片之一 集合了各种诡异离奇的场景 看完原片还敢独自上厕所的人屈指可数 爱丽一家所住的公寓因为太过陈旧 他们打算搬去新的住所 谁知还没开始收拾 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爱丽家的三个孩子刚刚买完饮料回到车库 便看到一条裂缝正在快速蔓延 索星几人逃得快 并未受到任何伤害 哥哥丹尼却意外发现 裂缝锁过之处居然出现一个洞口 里面像是有间地下仓库 比不住心中好奇 他毫不犹豫地爬了下去 底下的空间要比想象中宽广许多 借着微弱的手机灯光 但你只看到密密麻麻的十字架 唯一让这位音乐爱好者感兴趣的 便是放在木箱中的三张唱片 当他准备离开时 忽然看到角落里的石棺破了一个大洞 探头望去 里面居然放着一个破旧的布袋 表面似乎还在轻微蠕动 但你打开一看 顿时有无数蟑螂扑了过来 最后只剩下一本古朴的书籍 当几名孩子回到家后 但你静止走进自己的房间 他对这本书籍十分感兴趣 可惜他的开何处被獠牙缩死 但你准备强行摆开时 却不小心刺破了手指 当低落的鲜血渗入封面后 缩死的獠牙居然自动展开 但你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 发现里面全是用淡黄色颜料 化成的衣服服恐怖图像 妹妹吉特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把关上古老书籍 劝哥哥还是将他还回去吧 但你觉得这书也不值几个钱 决定明天一早就放回实时中 接着他又想起那三张捡回来的唱片 上面标注的日期 居然是1923年 当他装好第一张唱片按下播放时 音箱中立刻传来一阵沙哑起扣的声音 对方自称马克思神父 他从海外传教师的手中 获得了一本堪称写点的死亡之书 他的封面由烟血人肉制成 文字和图画由人写绘制 就在神父准备翻译上面的文字时 却遭到了教会上下的一致反对 录音内容到此便戛然而止 丹妮立刻掏出第二张唱片 神父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 想不到他居然联合几位好友 打算偷偷翻译死亡之书里的内容 这本书上记载了许多古老仪式和咒语 据说可以唤醒某些超自然的力量 于是他试着朗诵了第一章节 有关灵魂复活的内容 丹妮听到这里只感觉心中发毛 想要关掉录音 却发现案件居然失效了 那本死亡之书突然自行翻动起来 与此同时 她的母亲艾莉刚刚走出电梯 便被一股距离推了进去 当一切归日平静 艾莉悠悠从昏迷中醒来 可惜却被困在破旧电梯内 她正打算强行掰开电梯门 一条断掉的电线 居然缠住了艾莉的脖子 接着又有几条电线 分别缠向她的四肢 艾莉只感觉全身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忽然整栋公寓的电力全部中断 手机信号也莫名消失 好在丹尼身前的唱片停止了转动 而自行翻动的书籍 正好停在了血腥女王的页面 艾莉的妹妹贝斯和几个孩子 正在奇怪艾莉怎么还没回来时 便看见对方突兀地出现在家门口 随后便迈着僵硬的步伐走进厨房 打开煤气火炉后 她开始朝尖锅里打着鸡蛋 所有人的眼中满是震惊 因为她的表情实在太过诡异 锅里的鸡蛋还没熟 艾莉便勾搂着身体 以无比诡异的姿势开始爬行 众人吓得连连后退 直到艾莉的口中忽然喷出大量啄水 接着便失去意识瘫倒在地 贝斯和丹尼的第一反应 便是将艾莉送往医院 可惜电梯已经损坏 连步行楼梯也塌陷了 贝斯的表情十分无奈 只能眼睁睁看着姐姐慢慢死去 前来吊咽的隔壁邻居 感觉艾莉的死法太过诡异 匆匆祷告完毕后 年轻小伙便提醒戈壁大爷 在楼洞北侧还有一个封闭的消防梯 他们可以从那里下去寻求帮助 只不过门上的铁锁十分牢固 戈壁大爷准备去拿猎枪直接哄开 而此时的贝斯还伤心地守在姐姐尸体旁边 忽然发现艾莉的眼珠动了动 接着整个人便坐了起来 贝斯既紧张又害怕 难道姐姐复活了吗 可当他接触到艾莉的一瞬间 却发现对方的身体温度极高 于是连忙将他泡在浴缸中 艾莉整个人都在剧烈颤抖 忽然猛地一跃跳出浴缸 冰寒的眼神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贝斯几人吓得连连后退 他们的心中无比笃定 眼前的女人肯定不是从前的艾莉 因为对方正握着尖锐的玻璃 面容猙獰地缓缓走来 贝斯一个躲闪不及 被他狠狠扎了一刀 二女儿吉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走到艾莉身后轻声喊的妈妈 可艾莉的眼中没有丝毫母爱 抓起钻孔机便将几颗扑倒 即便她使尽全力反抗 锋利的钻头还是滑破了脸上皮肤 可艾莉没有急着杀她 而是伸出了满是粘液的舌头 好在关键时刻 大儿子丹尼直接用椅子将母亲砸飞 当艾莉再次站起身时 听到动静的邻居缓缓走了进来 成功吸引了艾莉的注意 走廊外的其他人吓得肝胆剧烈 贝斯演技手快 连忙关上大门 将艾莉锁在了外面 就在下一刻 木门上传来猛烈的撞击 是艾莉正在外面用头敲门 贝斯吓得连忙用座椅笔住大门 这才听到脚步一开的声音 她好奇地透过猫眼查看 只见艾莉正在走廊清理为数不多的邻居 隔壁大爷刚刚抬出猎枪 便被一股距离掰打 之后只剩下艾莉猙獰冰冷的眼神 贝斯实在不敢继续待下去了 可路面距离窗口足足有十几米高 直接跳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吉特突然上前询问哥哥 你不觉得母亲的样子 很像古书上的那些插话吗 都让你不要随便拿那些鬼东西了 贝斯觉得是有蹊跷 连忙分开两人询问 这才知道丹尼在底下墓穴中 捡到了一本奇怪书籍 他认为也许能从中找到对付艾莉的办法 可就在这时 这本死亡之书再次无风自动起来 结果翻到了一页 口吐触虚的人像 脸部受伤的吉特正在厨房清理伤口 忽然鼻孔中流出大量液体 他只感觉口渴难耐 拼命灌起自来水来 一阵剧烈咳嗽后 他的口中居然喷出无数小虫 而单独待在客厅中的小女儿小凯 忽然听到熟悉的歌曲 原来是母亲正在门外唱歌 察觉到女儿靠近 艾莉的脸上露出笑容 用充满蛊惑的声音表示 自己已经康复了 让小凯开开门 小女孩不明所以 居然真的扭开了门锁开关 在房间中听到动静的贝斯和丹尼 连忙冲出来抢下小凯 接着便是一个母串 总算再次关紧了房门 只是贝斯感觉有些奇怪 怎么不见吉特的声音 于是他缓缓一步来到厨房 只看见吉特正蜷缩在厨台上 嘴中不停取决着红酒杯 他用低沉的嗓音告诉贝斯 自己要用玻璃渣子 杀死肚子中的虫子 贝斯实在没想到 吉特居然也被恶魔附体了 眼看对方正在一步步逼近 他随手抄起铁铁 一击便将人击倒 可吉特很快再次站了起来 这次直接冲向了毫无抵抗的小凯 谁知速度太快 脑袋直接刺入小凯手中的半截木棍中 贝斯等人呆呆站在原地 却不想吉特缓缓抽出了口中木棍 这一次丹尼学聪明了 匆匆将吉特裹好固定在床上 想到还有第三张唱片没有听 于是便和贝斯一起 用蓄电池给唱片机通上了电力 为了防止再次传出什么恐怖咒语 贝斯决定戴上耳机 让两个孩子在外面等待 那位神父的沙哑声音再次传来 他十分懊恼之前做出的愚蠢决定 自从念出书上的咒语后 其中一位牧师便被恶魔附体 任何驱魔手段都对其无效 而且对方还是杀不死的存在 他已制造恐怖为乐 即使火焰焚身 恶魔依然沉醉其中 神父在临死前 将死亡之书封印在地下的石棺中 希望这本书永远不要出事 与此同时 正在走廊徘徊的爱里 忽然看到一只钻进通风管道的小猫 他的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没过多久 客厅中的丹尼和小凯 便发现天花板上传来响动 就当他们以为只是邻居家的小猫时 却没发现躺在床上的吉特尸体 忽然动了动 接着便诡异地飘出了房间 丹尼见着一把推开小凯 直接和对方撞了个晚怀 却不想手中的匕首 直接刺露他的身体 可吉特就跟没事人一般 口中吐出大量闲血后 抽出匕首对着丹尼就是一顿猛渣 拿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直接对着煤气喷出杀虫剂 熊熊大火瞬间便在吉特的身上燃烧起来 而此时的贝斯还在听着唱片中的内容 忽然从反光中看到爱丽的身影 只见他猛的一个转身 抽刀狠狠扎入对方的脖子 随后便快速跑到客厅和小凯会合 却不想爱丽瞬间追得上来 好在关键时刻 躲在床下的小凯 机智地将匕首推了过来 贝斯顺势捡起 再次劈弹在爱丽脸上 见对方没在动弹 他决定带着小女孩离开这里 走廊中横七竖八躺着一地尸体 贝斯小心翼翼地穿行 总算找到了封闭的防火通道 可惜怎么劈砍都无法打开 恰好隔壁大人的猎枪就在不远处 就当贝斯刚刚捡起枪时 再次复生的爱丽突然冲了出来 贝斯直接一枪打断了他的小腿 他还想继续捕枪 却发现死掉的尸体居然复生 就连凉头的丹尼和吉特都走了出来 贝斯吓得冷汗直冒 直接带着小凯冲进电梯中 捡起卡在门口的汽车钥匙 电梯门总算顺利合上了 可这也只是恶魔设下的陷阱而已 这个电梯不但无法工作 四周还在急促渗血 两人的脚底逐渐被鲜血静默 而电梯外复活的尸体 正在爱丽身上不停打动 似乎想要融入他的体内一般 当贝斯二人快要彻底被鲜血覆盖时 电梯顶端的通风口 同时伸出来好几条手臂 两人只感觉眼前一黑 接着下一刻 贝斯和小凯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环顾四周 此时刚好身处地下车库中 他们打算开车逃跑 却不想汽车刚好卡在了洞口里 与此同时 身后不远处的电梯口中 跑出来一只多手多脚的怪物 两人吓得躲在汽车背面大气不敢出 那只怪物居然也有智慧 绕着汽车开始四处找人 贝斯寻了一个时机 按下地下室铁闸门的一瞬间 带着小凯疯狂朝外跑去 甚至小女孩慢了半拍 在铁门关上之前被怪物给抓住 贝斯快要疾疯了 不停砸着铁门 总算在小凯遇害之前赶到 之后的画面极度血腥 在贝斯和小凯的通力合作下 将这只怪物推进了垃圾粉碎机中 完全化为了血水的存在 虽然他们成功逃了出去 可故事并未因此完结 公寓中的另一位女士 刚刚旅游回来 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惨剧 当她察觉出不对劲时 一股阴风便强势袭来 这位被唤醒的魔鬼 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 根本就是杀不死的存在 结果这位女士和几位好友 再次遭受了惨不忍睹的袭杀 以上就是鬼玩人崛起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